對於Omega的紅金錶 我想稱讚是它的質量很高 我所說的質量高 它是很聚首很重 比起某些品牌的金錶 它的定價和造工都比較相宜 現在大家看到這款是2000年代的Bord Aero紅金Limited 製作了不是很多的 它是紅金黃金白金的 但它的噪音不是很多 所以香港不是很多人買了 通常都去了日本的市場 它的表面是Omega的一個很漂亮的Elamo刀 燒得很雲巡 沒什麼黑點 應該這樣說 應該有黑點 應該不要 看上去它白得很精神 以前Elamo純白 有很多中國人覺得 那個顏色可能不是太老禮 但現在當你對手錶認識多了 都希望有一塊發狼面 看到了 現在我用一個反光給大家看 發狼面是獨特的質感 有一點點凸凸凸凸 配上一個3320的機芯 現在已經沒有用了 因為已經升級了 讓你怎樣看 有些人會覺得停產的機芯 又有它的Rare程度 大家可以看到 鎚鎚好像Granseco 加了一個海馬 其實它不知道是不是一個海馬 它是一隻物體 寫著Speed Master 也是Omega的Signature 整隻金錶 我特別喜歡Omega的接購 做得很美 而且實在 現在有很多手錶 特別是 譬如Signature Signature 很多品牌 即使它賣價很貴 都沒有用接購 還是往日的日子好 因為這個接購 其實不是太便宜的東西 而且一隻華季的手錶 金錶 我覺得始終是皮帶配接購比較合適 多謝大家